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日月学院被裁几千年了 日月帝国标志性建筑 我们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到了 主位 请吧 二兄 你怎么了 我就出生在这座名堵里 有机会再告诉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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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宿舍 前方路口15米右拽 应该就是这里了 霍宇浩同学 这是你的宿舍 请换上学员的校服后 去实验室报到 我一定不负众望 学成归来 为史莱克赠光天才 好大的实验室 好大的实验室 您好 老师 我是今天新来报到的 郭雨昊是吗 我叫宣祖文 现在我要重新对你进行混导式测试 如果你通不过 自己换导式 接受吗 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学生 从不惧怕挑战 我接受 一课中 做一件五级混导器的核心法阵 给你一个提示 一个混导师 最怕的是没有想法和创意 开始吧 七个法阵 只花了五分钟 你的手法的确精湛 但是六个加速法阵带来的冲力 哪怕是以坚韧著称的太金也难以承受 用一次就报废了 他的奥妙并不只在核心法阵上 我将这件混导器完整制作出来 并试验给您看 好 小小小小小伙子 这是 自动冲农法阵 这 这太不可思议了 竟然能利用充能法阵 事先充当 让普通人使用 好天才的设想 你怎么做到的 我通过测试了吗 何止通过 只要你愿意加入 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我可以带你入明德堂 将你培养成大陆最强的魂导师 感谢你的好意 但是我不希望 自己制作的魂导器 将来被用来攻打故土 我理解 但是全大陆 只有明德堂拥有足够丰富的 魂导器设想 能让魂导师尽情研究 薛老师 如果有一天 我的宗门能给您一样的期待 比如十种不属于刚才那样的 魂导器设想 您愿意加入吗 你的宗门 唐门 刚才那件魂导器 就是我根据唐门祖传图指 改良而来的 其名为 诸葛神路炮 唐门已经随着暗器的没落 而成为过去 而奇妙的魂导器设想 很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拥有 你还是先跟着我 往后学习吧 我一定会让你改变主意的 他也有第三只眼睛 跟我的生灵之眼很像 而且 竟然能够治愈这些冰死的魂导 天哪 这就是你发现的 适合雨昊的魂导 我只是感受到适合雨昂精神波动的魂导器下一眼 从理论上说 你信不信 要是杀了他 整个星斗大森林都要废头 这可是帝皇瑞兽 在任何魂导世界中的象征意义 都是无与伦比的 十万年魂导看到他 也要绕着走 这只魂导究竟是什么 他叫三眼金尼乃是上古瑞兽 所栖息之处 所有魂导成长的速度都会加倍 更有魂导治愈者之称 所以但凡现世 必被尊为帝皇 听闻 三眼金尼是现在世上 唯一的一只瑞兽 甚至拥有极致之光水星 不好 你刚模拟了我的凶煞气息 在眼睛你也可能会察觉 快走 伤害这些若小魂寿的独眼巨人 往那边跑了 我没有伤害若小魂寿 怎么回事 羽浩 这只三眼金尼能够感知命运 我现在将你的生灵之眼 与他的树眼相连 接引一些他的能力 放心 不会伤害到他 恒婉儿 人类的世界就如此绚烂 魂大道 竟敢残害我帝皇鬼兽 鬼兽 是班长的方杀 羽浩有危险 孟昂 他就是当初囚禁吸收我的心斗大僧 你几大超级停载之一 十大凶兽排名第八 是王 是你 学老 你敢动我史莱克学院的人 问过我的意见了吗 有人吗 你以为我怕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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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赢不了我 你的血神要杀地狂赘兽 就算骗上性命 也要跟你同归日子 世王 你误会了 我根本没有杀三眼金尼的打算 人类最有为欺骗 那刚刚的十万年浑兽气息 是怎么回事 那只是我看到双子多眼巨人冲来 情急之下 想模拟十万年浑兽的气息 吓走他而已 你看 三眼金尼没受什么伤害 好 我姑且信你们一回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真当我史莱克的人好欺负 你待怎样 一头精神系浑兽 修为至少 鱼鹤 你要几千年修为的魂兽 一万五千年 第三魂魂一万五千年 你确定撑得住 我有一招秘法 可以先将魂魂中的大部分微能封印出 只吸收一部分 等到身体强度跟上后 再慢慢释放被封印的力量 不过这个秘法 只对精神系浑兽有用 听到了没有 我要一头一万五千年修为的精神系浑兽 好 雨昊 雪老 老师 难道发生了什么 已经没事了 好可爱 滚子 放开锐兽 这只魂兽 你们带走 一万五千年修为的子龙被 品质终究还是差了点 人类 人类 你敢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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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 你敢使眼 只是听到声音 就感到一股无形的微压 几乎喘不过气来 这个声音 我认得 它是星斗大森林 不 是整个斗罗大陆上的最强魂兽 十大凶兽之手 黑龙 地天 原来是地天 也罢 给你这个面子 我们走 为学院吸收魂环 老师 我获得第三魂环了 慕老 少哲 发生什么事了 是一名强大协魂师偷袭学院 有四名封号斗罗 慕老和我们不得不歪出营地 小桃他趁机逃走了 我击杀了一半 可惜只占落了一名封号斗罗 我最担心的事 还是发生了 一个异成气候的协魂师组织藏在暗处时刻溃断 你 没能护住小桃对慕老的打击很大 他的寿命恐怕 只有静红尘这老小的静红密室 明德堂跟协魂师有勾结 那我们还派交换生气日月吗 慕老 静红尘不止酒机混倒炮 标准史莱克 绝对有杀先 老师 我愿意去 勇敢的孩子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极限单兵计划提前 为羽昊和彩头 莫力锋芒 是 奉海神阁阁主之命 海神阁最高会议全体通过 极限单兵计划 正式开始 调动学院内一切资源 由先院长 我和藩羽 全权负责打造极限单兵 霍宇昊和彩头 不成功 则成人 是 宇昊 彩头 极限单兵 是能改变一场战争的强大个体 是你们两个合而为一的力量 温道席制定了精密的培养计划 开始训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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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小组 解决 快要 极限 3 犯人 成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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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